2022台北灯结新亮点 熊站热气球 助力在美轮公园 但受气候的影响 连热豪雨 恐怕与民众无缘相见欢 不过熊站依旧魅力不减 美轮公园旁的快闪店 依旧人潮满满 我觉得还蛮好的 整体像现在这个规划的这个园区 不管是路口的这个快闪店 当然今天天候不好 还没有看到热气球 但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动线 然后夜晚这个明亮度 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 灯会期间 是否西洋情人节 吉祥物祥虎 相约熊站 一起来与民众下来恩爱 现场针锋吃醋的模样 都得大家欢笑声不断 把情人节的处境完美诠释 这两天熊站热气球 在天气许个状况下都有力求 很多民众大小朋友 都正向跟他合照 今天因为天空有飘着细雨 所以台中县政府的同仁 觉得这个天气是不太适合 但是未来还有整整七天的时间 只要气候许可 每天晚上七到九点 都欢迎大家来到美轮公园 本届灯会 横跨剑坛 士林 知山等站 有主灯台北士林 水舞烟火秀 以及熊站热气球 搭配周遭各式花灯 民众前往赏灯 路程需要相当角力外 恐怕无法一个晚上完整欣赏 见一分次前往 或许会发现 更不一样的北台北 ASPN杨伯玉采访报导 更不一样的北枝 吧 难道